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Canva这个线上软体 Canva这个线上软体呢,可以帮你透过它比较强大的每一边的一个功能 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各式各样的PowerPoint或者是简单的一些影片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首页 在首页的左边呢,是它的工具列 正中间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上面是它的搜寻功能 中间这边呢,就是它所有的一些主要的工作范本的类型 最下面呢,就是你已经完成的作品 以我们现在的画面为例 比方说我想要完成一个很简单的母亲节的卡片 那我就选择这个海报的范本 进来里面呢,我可能可以选择关键字 比方说母亲节 那我就可以挑选我想要的一些简单的范本放进来 它的范本有分两种 一种呢,就是有价皇冠 一种就是美价皇冠 所以如果你看到旁边有价皇冠的话 就是在右下角有价皇冠就表示它是这个Canva Pro这个系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要参加这个付费的这个Pro的系列才可以使用 我是选择不付费 所以我通常就不会去选择那种图片来进行编辑 选好我想要的一个图片 然后这是第一张 然后第二张 比方说我今天想要邀请我的家人去吃一顿饭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再放上就是要去庆祝母亲节的一个餐厅的menu 然后再加一个新页面 像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新增页面 或者是复制同一个页面 那不喜欢呢,你就可以把它按删除 或者是再新增 那新增其实这个键跟这个键是一模一样的 我这边放一个Birthday Kit好了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需要付费的Pro这个版本 那我们刚刚点选到另外这个呢 是还需要移除浮水印的 那这个就是如果你选择要移除浮水印 它也是一样要你做付费的一个动作 所以通常我做的这种图片呢 我就会去找一些相似可以配的一个图片 然后把浮水印的部分砍掉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随便按它上面的每一个图档 都是可以去做额外的Editor 点选到这个背景 然后就把这个背景移除 那那个浮水印那页就没了 那我就可以还是一样保留我上面想要的 那我这里可能改成Mothers Day 那当然这个地方还可以放大缩小改变成你要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把它往上移 让刺跟刺之间不会被砍到 然后另外呢在左边除了范本下面呢 还有一些各式各样 比方说你要上传你自己的照片 比方说你要增加一些额外的一些相关的图案 你都可以在这边去做选择 那当然你也可以放进你想要的一个keyword 去进行搜寻的一个动作 那我把这一只放进来 进来以后你还可以就是随便调整它的形状 去把它变换颜色 所以我可以Ctrl Z复原 然后我复制它很多个 所以我就有不止一个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颜色的一个修正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面这个 那这个每一个都可以再去做修正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就是把这家产品的相关 的猜测跟图片去放上去 然后可以去做一个修正 然后可以让大家先点好诸如此类的 那当然呢 你如果还要额外编辑一些文字的话 你就可以在比方说最后 这个地方就放一个额外的一个编辑文字 当然在这个上面 我可能有时候我还习惯 就是去再加上一个google map 那我一样就可以把这个google map的一个位置 放进去 那我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先把这个不要的砍掉 然后到时候进来的人就可以 你上面就可以 比方说再key一个 简单的一个地点 然后这个就是 这是餐厅那时间的位置 然后你就按两下再去帮他做wide edit就可以了 改双得再跌下来 今天我们就放进去 现在我们就放进去 对那我们就放入了 我们就放入了 把课程的决定 你不要看 就过一些 拿出 到中间 内面 seas 感谢观看